张宇燕 现在全球资产价格太高了 仅全球股票总市值已经超过GDP 凤凰网财经训 大变局时代 如何把握趋势 穿越周期 12月12-13日 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财经承办的2021凤凰网财经峰会 在上海举办 本届峰会以趋势与周期为主题 一系红旗为战略合作伙伴 整个发达经济体10个国家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 资产负债表上升了12万亿美元 这个增长速度2008年金融危机用了6年多 而这一次仅仅耗11年半 他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形式 归结为几个原因 另一方面 疫情冲击家庭的消费支出下降 增加家庭对未来经济预期的悲观 需求会下滑 从全球股票市值来看 全球股票总市值在去年12月 已经突破100万亿美元 超过全球GDP准合 我看到一个数据 去年美国家庭收入里面 大概有四分之一来自于政府的输贵援助 这些钱总归要转化成消费 推动物价上涨 还有一个是刚才李扬教授讲的供应链的短缺 导致了供应链断裂 使得这些产业的产品价格迅速上涨 这一次的通胀很重要的原因 由于供给方面的原因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当今世界 富力率的债券规模仍然非常庞大 但非得说一个 我认为明年发达经济体美国 欧洲 从股票市场上看 货币政策的调整概率是20%以上 简单说 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一旦收缩 利率上涨 美元汇率上升 很多问题我都没有涉及 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 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进而出现货币错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